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的第一点 讲到这个大学的兴起 大学对于这个中世纪的文化的复兴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第二点 关于中世纪的哲学的问题 当然主要是经验的 那么可以说 这个哲学在中世纪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 因为在中世纪 科学基本上可以说是 谈不上有任何 这个引人注目的一些成就 而且科学也不成为 也根本就不是一门单独的 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神学我们可以说是高高凌驾 于这个社会之上 而还有一些像法学 像这个医学 这些东西它是比较专业性 而且比较实用性 因此可以说 当时除了神学以外 最引人注目 可能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哲学 但是哲学在中世纪和神学 很难完全分开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早期教父们的观点 实际上哲学在中世纪 整个一千年的过程中 始终只是充当神学的奴婢 是一个为神学服务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一个比较 比较谦卑的一个 为神学服务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 奴婢的角色 但是尽管如此呢 哲学在为神学服务的过程中 毕竟也还是探讨了很多 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由于我们这是讲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而不是讲西方哲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哲学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们主要是想 从对它的一个简单的描述里面 我们想分析一下 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 它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主要想分析出 谈谈这个问题 在基督教产生之前 在古希腊社会中 这个哲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大家知道 特别是到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这个师徒三人 这一脉相承的两代师生关系 这样一个所谓 希腊的哲学三杰这个地方 希腊的哲学可以达到了一个非常高 甚至是登峰造极致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自亚里斯多德以后 到这个希腊化 开始出现希腊化 亚里斯多德的时期 就已经进入到希腊化 那么在这个希腊化时期 那么一个方面希腊文化在地域范围上 好像是在向东方的领土上在扩散 但另一个方面 从精神实质上来说 希腊的整个文化就开始走下坡路 开始凋敝 那么同样 希腊的哲学也就开始出在衰退 所以在希腊化时期 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哲学学派 比如说像伊比九路主义 像斯多格主义 像这个怀疑主义 这样一些学派 以及后来到罗马帝国时期 就出现了像 不信布拉都主义 这样一些学派 但是总的来说 他们那个水平 都不能跟当年的 这个布拉都哲学 亚里斯多德哲学相提 那么到了后来 我们说 随着基督教逐渐逐渐开始 在希腊罗马世界里边传播 尤其是后来 基督教逐渐逐渐开始 由一个受压制的宗教 受压制的宗教 变成了一个 罗马的合法宗教 甚至是一个国教的宗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基督教本身 也有面临着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了 就是他如何 能够适应希腊罗马的 这种文化 如何能够把 基督教的信仰 从希伯来宗教 就是犹太教中来的那种 虔诚的宗教信仰 和 深厚的希腊文化 尤其是希腊哲学 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这个工作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是吧 我们讲的 新布拉都主义 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我们说了 在这样结合的工作中 我们说最终的 这个结合的结果 是使得在希腊 以神秘主义而组成 或者说 在希腊哲学中 相对而言 具有一些神秘色彩的 伯拉图主义 成为希腊 成为基督教 早期的哲学的因素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希腊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希腊哲学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是伯拉图哲学和亚历斯多德 伯拉图和 亚历斯多德和伯拉图 可以说他们是这个 师徒关系 那么 但是 虽然他们是师徒关系 他们这两个哲学 具有 比较明显的差异 那么 我们当然现在 不能具体地探索 他们的差异 到底表现哪里 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 用罗素的一句话来说 那么也就是说 伯拉图的哲学 更多了 可能是带有一种 这种热情的色彩 就是一种带有一种 神秘的热情的色彩 而亚历斯多德哲学 更多的带有一种 审慎的色彩 就是一种理性的审慎 所以我们说 伯拉图哲学 更多可能是一种 这个热情的一种迷狂 而亚历斯多德哲学 可能更多是带一种 理性的审慎 这是他们两个特点 所以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 谈到这两个哲学之间的差异 和他们之间的这种 矛盾的时候 罗素甚至说 说这两个东西 就是热情和审慎之间的 这样一种冲突 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 也就是说 从伯拉图和亚历斯多德 那个地方开始出现的 这样他们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个是带有 某种神秘色彩的 一种热情 一种是带有 很明显的理性色彩的 一种审慎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是贯穿于 他们之后的中世纪 甚至近代 甚至到现代哲学 是贯穿于 整个西方哲学史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说 早期基督教呢 由于他当时的处境 我们曾经讲过 信仰是比任何理论 都更重要的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 所以他们当然更多的 如果他们还要结合 还要多多少少 接受一些希腊哲学的话 那么他们当然 更倾向于接受 柏拉图 事实上也是通过 新柏拉图主义 希腊哲学和基督教 信仰接上 接上钩 挂上钩 而这样那个新柏拉主义 当然作为柏拉图主义 这个依博传承者 他当然更多的 突出了柏拉图 这样一种神秘的色彩 我们在讲 普罗提罗的这个三位 哲学三位一提说 已经体会到这种 太一的神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柏拉图主义 这样一种 相对于亚历苏 这个主义而言 带有更多的神秘 或者这样一种迷狂 一种热情色彩的东西 更多的为早期基督教哲学说 早期基督教神学 或者哲学说 结束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 我们说 基督教在这个 基督教的哲学 在整个中世纪 也可以分为两件 第一个节目 我们把它叫教父哲学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比如像奥布斯丁 这些著名的 更早一点 德尔古良 这样一些重要的教父 那么他们基本上可以说 是用柏拉图主义 来为基督教的神学 做奠基 这样一来 所以早期的教父哲学 我们说 早期基督教的哲学 就是教父哲学 他们更多具有一种 狂性的色彩 一种热情的色彩 一种这样的 一种超理性 甚至反理性的色彩 但是我们说 随着十字军活动的 十字军东征发展 随着到了 十二世纪欧洲 开始出现一个 所谓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那么东方的文化 开始随着十字军东征 反向的流露到西方 西欧 而我们说了 东方的伊斯兰教世纪 在中世纪更多的保留了 曾经由北里非这个地区 保留的 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 尤其是亚历斯多德主义 所以在中世纪早期 在十二世纪前 中世纪早期 亚历斯多德哲学 是处在一个低落的状态 柏拉图主义哲学 由于跟基督教神学 结合比较近 所以它当是一个选学 但是亚历斯多德的主义 是受了压抑 那个时候不需要那种理性 不需要逻辑 不需要审慎的东西 但是呢 当亚历斯多德这个主义 在十一世纪前在 西欧处在一个低落的状况中 它却在阿拉伯世界 成为一个选学 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教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倒是对 来自于希腊的 这个亚历斯多德哲学 非常感兴趣 所以出现了一些 阿拉伯的一些思想家 来把亚历斯多德思想 发扬广大 而阿拉伯世界 当时我们说 不仅仅是在东方 也包括最西方 就是通过整个北非 越过支布罗的海峡 占领了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 也属于伊斯兰教世界 因此西班牙当时 也出现了一些 对亚历斯多德哲学 非常感兴趣的一些 那么在这样的一些 阿拉伯克 伊斯兰教背景的 这个哲学家的影响 思想家的影响之下 到了十一十二世纪 由于十字军中征 以及由于和平的商业交往 等等重要原因 那么 伊斯兰这个 亚历斯多德哲学主义 就开始重新 又回到了西欧社会 反复了西欧主义 这样一来 亚历斯多德哲学主义 的这个流回 在很大程度上 就刺激了西欧 另外一种思想的复兴 那么就是带有 多多少的 带有一些科学色彩 带有一些理性色彩的 这样一种思想的复兴 而正是这个思想的复兴 所以 我们说了 哈佛大学的哈斯金斯 才提出来一个 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而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主要就是 亚历斯多德主义 的复兴 大学的复兴 这样一些东西 作为标志 因为大学的复兴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 大学复兴这个七亿 以及大学复兴里面 后来最后向什么 这个人文艺学科的发展 特别是大学 后来嘴里面 越来越多注重逻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多多少少的 也是受亚历斯多德主义 这个回归的影响 所以这样一来了 我们说 由于亚历斯多德主义 开始又流回西红 于是这样在 基督教哲学里面 就出现了第二个学买 就叫金缘哲学 我们说 基督教哲学分为两块 前面可以说 以十一世纪为界 十一世纪以前 可以说都叫教哲哲学 那么当然教哲哲学 最繁荣 最繁盛的时代 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就打击到有三百多年的 黑暗时期 那个时候就谈不上 什么哲学了 后来的复兴 当然我们说是 从文盲到小学生的 这样一个复兴 所以水平也不可 跟罗马帝国时期相比 所以 教哲哲学真正的 这个最选 最繁盛 最选著的那个时期 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 我们所说的一些 主要的教父哲学家 比如像我们九月很多 像最早的 像查士丁 像这个 德尔图梁 像这个拉克唐修 像这个克莱门 等等 像这个奥列金 像这个还有 特别是最重要的 像 这个 奥古斯丁 这些人 都是生活在 罗马帝国时代 所以 他们为基督教的 这个 神学 做了很重要的 奠基作用 那么 至于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 这个几百年间 基本上我们说 教父哲学就处在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 是处在一个 这个 衰亡的阶段 甚至在某种人家 已经是衰亡 已经 已经不服 不服文娱 就吸货了 实际上就已经完蛋了 只是偶尔会零星的 隔个一 两百年会出现一个 还要勉强 可以称之上是 这个 教父哲学家的一样 一些思想家 而这些人名气都不大 我们这就不多介绍 但是到了 十一世纪以后 我们说 随着亚历斯多德主义 开始重新流回西洋 所以就 导致了 我们说西洋了一个 新的思潮的一种不幸 就是带有一个 比较 明显的理性色彩的 一种审慎特点的 这样一种 思潮的不幸 这样一种思想的不幸 而这就是亚历斯多德主义 这样一种不幸 就导致了 我说第二个 重要的哲学 就是经验哲学的出现 经验哲学的出现 而经验哲学呢 从根本上来说 从精神气质上来说 是不同于教父哲学 尽管他们都是为教会的 经验哲学和教父哲学 可以说 都是神学的奴隘 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奴隘 这一点是没概念的 但是相比而言 经验哲学与教父哲学 相比起来 经验哲学更多的具有 理性的精神 更多的具有一种 讲究逻辑 讲究推移 讲究论证的 这样一种 而不像 教父哲学 更多的是强调信仰 是吧 我们曾经讲过 德尔图梁的一句名言 这是因其荒谬 所以我才信仰 是吧 也就是他们是反对论证 反对这个逻辑 而且不重视这些东西 或者说不重视这些东西 但是经验哲学的特点 就是开始越来越多地 强调这个逻辑 强调论证 强调理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尽管二者同样都是神学的奴隘 但是经验哲学 就代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 而在这个方向 这个理性的涓涓吸流 最初是在经验哲学里面 开始扶苏的 后来呢 就在不知不觉中 发展到发展成一个波浪 波涛汹涌的一个巨栏 最后啊 正是这个巨栏摧毁了 整个基督教神学的这个大厦 导致了基督教神学的 这个彻底的变本 摧毁了最后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体系 导致了像启蒙运动这样一种 几乎要彻底的埋葬 基督教信仰的这样一种 一种现代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 在蒙子经上 在十七十八世 启蒙运动里面 大声呼啸着对基督教神学 对基督教信仰进行 彻底批判的那个理性主义精神 最初恰恰是孕育于 为神学 为基督教信仰 做辩护的经验哲学之中 这本身又是一个历史的吊诡 是吧 是一个辩证的事 是一个很辩证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又是就如同大学一样 大学我们说 教会在培养大学 扶持大学本来是要为大 本来是希望大学为教会 没想到就培养出一个 资深异端的这样一个原谱 资深异端的这样一个原谱 这样一个原地 所以大学里面产生都是异端 同样 这个哲学 经验哲学是怎样 经验哲学最出现的 完全是为了教会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神学 为了基督教信仰而做辩护的 结果没想到 经验哲学里面 大力尝导的这种理性精神 这样一种逻辑论证的 这样一种精神 结果就成为 冲垮基督教信仰 冲毁基督教传统的神学 这个敌方的一个洪水母兽 这都是史料危机的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简单了 我想关于教父哲学的情况 我们前面在讲这个 希腊哲学与这个 希腊文化与基督教 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 那么现在呢 我们重点谈谈这个 经验哲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刚才也做了比较 经验哲学不同意 教父哲学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就在经验哲学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理清精神 更多的表现出一种 注重论证 注重逻辑的 这样一种 这个思潮 或者这样一种思想 军相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讲讲经验哲学的主要的特点 它的主要的一些内容 以及它所反映的 是在精神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经验哲学 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很难说 是吧 但是经验哲学嘛 我们可以顾名思义 它实际上是一种大学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些经验哲学家 很多特别十三世纪 这个两大修会 两大脱博生团出现 一个方济阁会 一个多明文会 这两大脱博生团出现以后 那我们说经验哲学的哲学家 同时往往也都是 欧洲各大学的这个 这个教授 都是在欧洲各大学这个讲台上 宣扬各种神学思想 宣扬当然也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哲学论证的 这样一些这个大学教授 所以这样了 我们说经验哲学家 同时吧 既是经验重要的神学家 他们同时也是 欧洲各大学的 这个高头讲台的 这个我们说 欧洲各大学讲台上 非常活跃的一批 这个教师或者教授 那么这两种身份呢 我们说 所以正是有意思 我们把他叫这个经验哲学 是一种学院派的 经验派的 那么经验哲学最初呢 我们可以说啊 大概一般是把这个 十一世纪末界的 一个不列颠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叫安舍利 他叫安舍利 我把他作为是第一个经验哲学家 因为他呢 表现出来一种啊 和他以前的那个教父哲学 不太相同的 或者甚至上某种样 甚至是均然不同的 一种思想 我们讲了 前面的教父哲学 基本上都是讲究信仰 信仰高于理性 如果说理性 如果说理解和信仰 发生了矛盾 那么我们宁愿放弃理解而已 只需要专注于信仰就够了 所以我们说 教父哲学表现了一种超理性 甚至是凡理性的 这样的模式 但是到了安舍人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有了信仰 而我们再进一步寻求理解 那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那是一件紧张点花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他的观点是认为 我们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信仰 而我们还应该从信仰进展到理解 进展到理性 对吧 否则的话呢 那就是一种懒惰 而懒惰来自了 在经教是其中罪过之一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安舍人的观点 实际上就表现了一种 与早年的那种 以前此前的教父哲学 不同的一种思想 就是不是我们只是要 停留在一种盲目的信仰中 而是我们尽可能要从信仰 进展到理性 当然 信仰仍然是前提 这个毫无疑问 是吧 问题是 以信仰为前提 到底是排斥理性 还是要寻求理性 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尽管都是以信仰为前提 但是前者 教父哲学 是用信仰来排斥理性 而后者 这个像安舍人 以及安舍人以后的经验哲学 是要在信仰的前提 是要来追寻理性 来寻求理性 也就是信仰要寻求理解 信仰要寻求理解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 安舍人这样一种观点 首先就导致了 他著名的 关于上帝存在的 一个本体的证明 而这个证明 不管本身 他在逻辑上 存在什么问题 或者他事实上 不管他实际上 根本可能没有起到 能够知名上帝存在 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首先不考虑 他这个最后 他这个努力 是否能够成功的 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说 这种做法本身 就是值得 这个我们值得关注 也就是说 要为上帝的存在 做一种逻辑的证明 做一种理性的论证 这种做法本身 就是表现了 早前 早先的教父这些 完全不同的事下去 因为早先 根本不用证明上帝存在 上帝这个存在 是一个信仰的内容 根本就不需要证明 哪怕 我们找不到任何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 我们仍然还是要对此 生一切无意 这就是教父派的观点 所以我们说 信仰本身是排射理性 按照教父派的一个 著名的思想家 德尔图良的观点 是吧 关于像上帝存在 关于像三位一体 关于像道神肉身 这些基督教的奥秘 本身根本就不是可以证明的 是吧 是我们这个有限的 这个器皿 这个理性 是个有限的杯子吧 有限的器皿 根本装不下的一个奥米 这个奥米根本就不可证明 因此如果要去证明 只是头部扑劳 所以还不如干脆就 彻底宣布 我们不用证明 我们只用信仰 但是安瑟伦的态度 就恰恰相反 安瑟伦认为 我们观众信仰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从信仰 进展到理解 进展到理尽 所以他要求 要做认证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们且不论 他这个论证 最后是不是能够达到 预期效果 这个论证 是不是具有说服力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至少 他表现出来 这样一种企图 表现出这样一种要求 就是要求对信仰的内容 进行理性的论证 逻辑的证明 这种倾向 我们说代表了 新的风气 实际上就表现了 一种亚历苏多德主义 亚历苏多德主义的特点 不同意不拉谷那种 神秘的狂性 而是一种审慎的理性 一种逻辑的论证 追求一种逻辑的证明 这就是典型的 亚历苏多德主义的特点 安斯文无非就要证明 说上帝 我们用这个逻辑来证明 他来存在 这个证明很简单 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 我们不做分析 安斯文就认为 上帝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是一个 我们头脑中可以想象 一个极其完美的 极其完善 无比完善的 一个东西 我们头脑中可以有一个 关于这个极其完善的 最完美的东西的一个观念 当然这个最完美的观念 当然不想说 那肯定是上帝 因为上帝是世间 最完美的东西 这个最完美的东西 他肯定就 既然是最完美 他就无所不包 他如果要是有缺陷 他就不是最完美 他就是有前决 而他既然是最完美 他就应该无所不包 所以他就应该包括存在 所以既然 这个最完美的东西 概念中 本身就已经包括存在 存在是这个 最完美的东西的观念中的 最完美的东西 这个观念的 一个提中之意的话 那么当然 这个最完美的东西 就肯定是存在的 而上帝就是 这个最完美的东西 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因此他这个证明了 我们且不从逻辑上去分析 他到底有多少漏洞 这个关于这个证明 后来后世 曾经引起了 很多哲学家的争论 包括像迪卡尔来继承他 何止说 重新蝉死他 包括像康德来 在某种意义上 对他进行了 非常非常深刻的批判 对吧 以及黑格尔在更 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在一个变证 变证的思想的水平上 重新又惨罚了他的含义 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讲 但是我们只说 他至少表现了一种 是吧 这个军想就是要 用理性来证明 是吧 用逻辑来证明 那么由于安泽伦 首开这样一个 逻辑论证的先河以后 到了十三世纪 那么经验哲学 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 出现了一批 伟大的经验哲学家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与早期的教父 哲学家奥姆斯林 可以并称为 中世纪罗马 中世纪天主教 两大理论台著的 之一的托马斯阿开拉 托马斯阿开拉 他属于多明火会 这个修道会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神学家 尽管只活了五十来岁 但是他学 这个为基督教 做了很重要 因为罗马天主教 做了很重要的这个奠基 是吧 那么其中当然 他最主要的 神学大权 反异教大权 是吧 这两部族 可以说是基督 这个中世纪 罗马天主教的 一个这个理论的 奠基之作 那么托马斯阿开拉的 整个思想表现了 很明显的 亚利索尔德主义的特点 那么如果要是和 奥古斯林相比 托马斯阿开拉的 整个体系 充满了一种 逻辑精神 理性精神 和一种这个 审慎的色彩 当然我们实际上 坦率了说 如果要是具体 我们细致的 探讨这个问题 奥古斯林的思想 已经比他以前的 相比 比如说特点思想 跟那些拉丁教父 德尔图良啊 拉格唐修 这些人相比啊 那么奥古斯林的思想 已经是具有 比较多的理性色彩 但是如果要是和 后来的托马斯阿开拉 经验这些 托马斯阿开拉相比 那么奥古斯林思想 选然带有 更多的神秘主义特别 更多的神秘色彩 所以在中世纪 奥古斯林主义 和托马斯阿开拉主义 就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 两个这个基督教者 这个理论体系 尽管他们在 他们之间 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但他们选拦 在很多地方 就表现出来 正好是敬畏分明的 两个不同的思想 总的来说 奥古斯林主义 更多的带有一种 神秘主义色彩 神是神秘的东西 而托马斯阿开拉的 这个思想 更多的带有 一个理性的思想 所以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 神秘和理性之间 这样一个矛盾 就是由这个 中世纪啊 罗马天主教的 这两大理论台诸 分别所代表 而托马斯阿开拉呢 也像安守伦一样 也进行了 关于上帝存在的 好几个证明 是著名的经典的 五个证明 叫托马斯五路 这个托马斯五路证明呢 分别也是从 这个经验的证据 向推出上帝存在 他的证明 这五种证明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宇宙论证明 一类叫做目的证明 好了 我们这个也不做分析 那么这两个证明 不非都是要从 这个经验的论据出发 然后证明上帝存在 最后要证明 上帝 他不仅只是在 我们的信仰中的对象 而且也是 事实上 我们可以用逻辑 根据经验的事实 可以推出他的存在 当然这些证明 当然我们也说 后世也有人认为 他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他在逻辑上是存在漏洞的 当然我们这个 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我们只表示 我们只是想说明 在托马斯阿华纳 这样一种证明中 他表现了一种理性的倾向 表现了一种 这个 试图用逻辑 来说明 神学教育的这个 决策 那么由于托马斯阿华纳 这种做法 以及托马斯阿华纳 全面复兴了 亚历索多德哲学 他对亚历索多德哲学 进行全面的这个阐述 同时呢 在他的整个神学体系里面 是是到处都渗透着 亚历索多德的一种 审慎的理性精神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了 所以由于托马斯阿华纳的影响 那么后来在经验哲学中 尤其是在多名我会的 经验哲学家中 那么就越来越多地 表现出来一种理性的色彩 当然 在另外一个托马斯阿华纳 就是在方济阁会的 这个 经验主义家里面 可能表现出一种 与托马斯阿华纳相反的影响 更多是带有 奥古斯宾主义的时代 就是带于一种神秘的影响 但是呢 总的来说 因为托马斯阿华纳 当时成为主流 他的哲学成为被教会 确定为主正统者 神学者 这样一个 理论体系 所以 那么托马斯阿华纳 所代表的这种 带有理性色彩 审视色彩的东西 逐渐在阻止以后来 越来越发展 所以后来呢 到了托马斯阿华纳以后 经验主义家们 就开始从事一些 在我们看来 好像是非常非常无聊 繁俗 但是实际上 本身可以说明 我刚才讲的 那个很重要的观点 那句子 就是 对所有的神学教育 都要进行 那么就论证 这些论证 我说的 从表面看来 是很无聊的 比如说 不仅要论证上帝的存在 还要论证上帝 是道神肉身 耶稣是道神 基督耶稣是道神肉身 要论证灵魂不死 要论证死而复活 要论证这个 三维一体 这些东西 要论证圣母玛利亚 是个童争女 她可以怀孕 是吧 这些东西论证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确实 都是信仰的对象 但是呢 经验这些阿们 就非常固执地 要论证它 甚至 尊论一些 很细枝末节的问题 比如说 要论证 在一个针尖上 可以站几个天使 天堂里的玫瑰花 有没有刺 亚当夏娃 有没有渡戏眼 是吧 这样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实际上我们大家听着 会冷静不住 就会感到好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都是 圣经里面 记载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得论证它 是吧 那么可能就会 留下一些 有些问题 我们就会有 有疑问了 比如说我们说 亚当夏娃 有没有渡戏眼的问题 是吧 那么双方就都这样 用逻辑 用理据 来作为论证 来展开真论 是吧 因为 圣经里面 当然从来没写 亚当夏娃 有没有渡戏眼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可以推测 亚当是上帝 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 是吧 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 夏娃是抽了亚当 一个雷骨鞭子的 跟亚当做伴 那么于是我们就问 亚当有没有渡戏 那么我们想 亚当竟然是按照 上帝的形象创造 而上帝呢 大家知道 他没有母亲 没有人说 上帝是被谁生的 上帝竟然没有母亲 不是自然分娩 所以上帝 不应该有渡戏 是吧 那么如果上帝 没有渡戏眼 那么亚当是按照 上帝的形象创造 所以亚当肯定 也不应该有渡戏 但是如果亚当 没有渡戏 那么我们这些 作为他的子孙的人 为什么我们就有渡戏了 所以反过来 另外一排就可以说 我们有渡戏 我们是按照 亚当的形象 可以复制出来的 是吧 我们是亚当的子孙 所以亚当和夏娃 肯定也应该有渡戏 那么他们有渡戏 那么他们又是按照 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就不是说 那上帝也得有渡戏吗 所以这样一来 双方都可以在这个方面 引经据典 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材料 来观点的证明 但是这所有材料观点 全部都是抽象的 都是试验的 都是抽象 都不是经验的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 根本找不到亚当 找不到夏娃 也找不到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世纪经验者 一些争论的问题 都是很无聊的问题 都是在我们看来 好像都是一些 这个非常 好像吃饱了饭 没事真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这些问题的争论中间 就要透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表现出来 大家开始对逻辑证明 对理性的证据的宗室 这是一个好道 去一下 至少不相过去 我们信仰就完了 我们不追问 我们只需要信仰 现在大家要证明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理性精神的身材 所以我们说 从经验哲学的话里头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 看出一种理性精神的身材 当然 这种理性在宗室 也被误用了 被用到了一些 细枝末节 甚至是荒唐无稽的问题上 所以这种理性 在中世纪 虽然大家都在争论 都在引进俱捡 都在利用理据 但是实际上 它并没有接触错过 是吧 它开出了一些 不像样的狗尾巴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理性实际上 是被误用了 但是至少 理性的精神开始浮述 所以我 再重复 刚才我说的一句话 是吧 我们说 在18世纪 在理性主义这样 启蒙运动中间 高声呐喊着 对宗教信仰 对基督教信仰 对基督教神学 进行彻底清算的 这个理性精神 它最初恰恰是 孕育在 中世纪 经验哲学 为神学的教育 进行论证的 这样一种 小心翼翼的 这个经验哲学 而做法之类 所以经验哲学 恰恰成为 近代理性的 滥上之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